江坤要站着把钱赚了 江坤周围试图携手蹭流量 锁定江坤直播间 大家在一起看大咖看球 近期相声演员江坤首次开直播 令人诧异的是 一开始便立即关闭了评论功能 连蹲点关注的人都没来得及发出文字 不过直播间紧接着却开启了打赏功能 这波只要礼物不让评论的操作 可真是让人开了眼 再看看直播嘉宾 这不是账号被盗的周围吗 怪不得这位山东网友在别的平台留言 注意网络江湖险恶 防止被盗号 第二天周围不在 江坤倒是把评论打开了 结果看着满屏的字幕 差点不会说话了 而说到直播内容 则跟相声毫无关系 反而趁世界杯期间弹起了足球 我曾经参加过我们明星足球队 我最有意义的一次比赛的 是跟山西省女子足球队比赛 跟女足 本人上场七分钟 上七分钟让人给换下来了 因为这七分钟没有勾住球 凭借着在明星足球队的经历 江坤与几位嘉宾侃侃而谈 但网友却不买账 也不知该叫跨界融合还是不正业 甚至为了博取眼球 这位常年穿西装的艺术家 竟然罕见向观众们科普起了大褂 江坤也懂大褂讲究 你看我们那个相声演员 穿的这个大褂 基本上我们叫都叫素身的 上边没有花了胡哨的 这儿中间来个圆圆圆的 没有啊 那种龙虎的 然后特别鲜艳的颜色 也不能应该有 原来好像就是轻步大褂什么的 原来不能穿红的了 原来像菜叉烤菜穿红的 看头了 出红菜嘛 没想到穿了一辈子西装的江坤 竟然向大家科普起了大褂穿红 尤其是这一句 上边没有花了胡哨的 这儿中间来个圆圆圆圆的 这儿来个什么 没有啊 就差指名道姓了吧 一个足球直播聊大褂 而且还句句都亦有所指 这很难让人不怀疑 此举是在博眼球 为的就是直播流量 而不论是郭瑜唯一一次上春晚 还是月月四次春晚相声经历 刺绣一年比一年多 且为了喜庆 月月组合 年年都是红色 彼时怎么无人站出来 向导演组反对 江坤爱图替负出征 讨伐郭德纲 试图组团向德云社下战书 春晚一较高下 无论是身处相声圈 还是圈外看戏的人 都明白关于江 过之间的是非恩怨 早已经是相声圈 甚至是娱乐圈 一个要不过的话题了 过去几年时间 每封媒体采访 提及德云社一货郭德纲 江坤都会对着媒体 痛批郭德纲拿三俗当包袱 迟早会被大众所抛弃 然后江坤爱图 亲讨郭德纲 江坤也随其联合相声 节发起抵制 三俗相声行动 持续几年的唇枪舌战 冷嘲热讽 最近竟突然 以江坤的服软迎来转机 作为取写主席的江坤 在自己的新书发布会上 突然对郭德纲的态度 发生180度大转变 并表示很认可 德云社的发展 因为我们都是为相声服务的 虽然这极有可能是一句客气话 能处处针对郭德纲的江坤嘴里说出 那意自然非同一般了 其实回头再看 江坤和德云社之间的闹剧 我们会发现两者之间 并不像传言般水火不容 江坤的出现在最初 反倒让江坤看到了希望 但随着对郭德纲的关注度升高 江坤却发现郭德纲 过于标新立异的形式 和自己传统中的认知并不相符 用他的原话就是俗不可耐 但偏偏喜欢郭德纲的人越来越多 以至于江坤在公开演讲时表示 实在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郭德纲 而年轻气盛的郭德纲也不甘示弱 在舞台上内含江坤的质疑 在技工传世旁边太监低话 你道德有问题 郭德纲则霸气回应 这是哪个太监说的 从此相声接就只有郭德纲和其他 2008年江坤在两会上的提议 也算是彻底激怒郭德纲 让整个德云社一度处于被取缔的境地 以至于郭德纲命令全体徒弟集体声讨江坤 2008年3月起 高峰率先炮轰江坤 江坤和郭德纲的线下对峙 正是在明面上拉开帷幕 事件一时间变得不可收拾的江坤迫于压力 在媒体面前澄清自己绝没有针对德云社 说很多媒体就是爱编故事 德云社的人也总喜欢把自己当作假想敌 但即便公开澄清 但在舞台上在作品中 江坤依然讽刺郭德纲表演太三俗 郭德纲抨击江坤业务能力太差 甚至根本就不会讲真正的相声 江坤说郭德纲欺失灭族 殴打记者郭德纲直接在舞台说江坤女儿如何如何 随着媒体的渲染和加工 两人也从个人认为无限扩张到两个流派 其实从所公开的言论来看 江坤对郭德纲的批评也一直在业务方面 双方矛盾也并没有外界传言那般致死方休 就像江坤助理说的那样 他们之间没有什么矛盾 最多是有关于相声糟粕取舍的分解 我是你个鬼 你这个招老头嘴坏的 太劲爆了啊 甲冈寺直播间怒骂蒋老太共 看笔立着拍放的婊子 骗完混又炒就业 近日徐一届房地大哥蒋老太共 连续直播三天 拱平上找到调侃省一片 其中不免有过激言论 被江坤抓住不放 接济对港寺口注比伐 毫无干距离 诬蔑冈寺以恶毒言论 共计蒋老太共 坐石油港寺故意制造主流与废主流 矛盾的事实 并诋毁港寺 毫无底线素质底下 解败裹的干所辞 但是此时此刻 请江坤们正看严谨 动大严重 聚焦眼球 给我解释解释 这是怎么回事 这位水德月貌似看着有点眼熟啊 长期用牢过的招片做头像 各直播间乱穿 打着牢过的旗号 对停过的主播和粉丝 肆意诱骂乱带节奏 然后再去江坤聚焦的 直播间 要供情杀 此反又到降老太共 直播间 供言出口成账 一同嫁祸港寺 其言可恶 其信当主 哎 也难怪啊 你要把你这个账号又要组绣了 借此要换腹嘴脸 继续玩无剑刀 干脆跟你父母上来上来 把你的户口也组绣了 赞了 趁着二海方看 再上一个 提问的时候别提到郭德纲啊 我们这 我这个房间最不喜欢听到的就是郭德纲 因为我没法回答呀 我一回答就说我蹭热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回郭德纲 咱俩说 李大博士还真是有当有利 一边不让网友提到老婆 一边自己为弟弟研究老婆 当初李宏夜被郭德纲淘汰后 又参加了很多综艺节目 以及晚会 有兴认识了很多主流相声界的前妹 比如说苗富 江坤等 尤其是江坤 为他们夫妇二人带来了很多帮助 可能这也是在李宏夜直播时 等江坤才过得刚那原因吧 如今李博士已经不再参加综艺了 不知道是太有挫败感 还是没人邀请 如今的李博士令皮蹊径 沉迷上的网络直播 一开始 自己一边宣扬自己的公事相声 一边吐槽郭德纲 然后他呢 身体的人群主要是底层人群 我身体的人群 主要是有文化的人群 他呢 没怎么读过书 我呢 却读到了过 后来觉得不过瘾 竟然开启了连麦环节 有些网友早已按捺不住 上来叫李博士 如何做人 老师我是个农村人 就像你刚才说的 上海交通大学 我都没听过 你给我才985 221 对我来说 不知道什么意义 我是怎么想的呢 我是个农村人 我没有去过别的村 我只在我村待过 我就叫嚣 我的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村 我就是个农村土鳖 因为土鳖思想 如果你是个大学生 你除了你这个大学 别的大学都没去过 你叫嚣 你这个大学是最牛叉的大学 你就是个大学土鳖 此时的李大博士也忠虑了 半天也没憋出一句话 真不知道这个时候 是个同情的 还是笑话的 郭德纲又为什么会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突然间这么红 这个问题一定 在你最红的那时候 大家已经就 无数次的问你了 你现在的答案 和那个时候是一样的吗 不是我红 是相声 我不这么干 张三李斯做的 我认为上也是如此 说明我们的传统艺术 是有生命力的 还有一个 朱沙没有红土为贵 前队老师们都在的时候 也显不出过来 并不是郭德纲多好 是我们同行们衬托的 怎么叫同行们衬托 你说同行们不行的意思 你说的 徐葛辉说的 我不怕你往圈里带我 大不了凤凰卫视打的 只代表葛辉的个人观点 其实那个是 大伙喜欢像的 不管什么身份 多大年纪 他坐在那 他需要笑 他倾向他高兴 哎呀太可笑了 在这个年代 时代发展社会在进步 人们很累 进了剧场三个小时 让你缓示一下 就足够 我听出的这个理念 就是相声要强调 他的娱乐性 可能跟我们回去 某些同行是背道而驰的 他们更强调 思想性 艺术性 教育性 我觉得最主要是娱乐性 关注我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精彩 我听说是 对我来说是 对我来说是